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八分电影 电影无法触碰改编自法国富翁的自传第二次呼吸 这是一个真实的温暖的故事 菲利普是一位成功人士 他拥有丰厚的资产 但不幸在一次跳伞事故中受伤 导致全身瘫痪 失去了健康身体的菲利普 在之后也失去了深爱自己的妻子 原本成功完美的菲利普一下子跌入深渊 身体和生活的巨大变故 使得他的性格变得古怪暴躁 喜怒无常 于是身边照顾他的人都不能长久 故事的另一位主人公德瑞斯 是一个刚被监狱释放 胸无大志 游手好闲的青年 他一心只想得到一封拒绝信 然后去领事业救济金来养活家人 他去面试菲利普的特户 信不在焉的他竟然被菲利普雇佣 德瑞斯绝不是一个好的特户 他对于菲利普的女助手似乎更感兴趣 两个看似来自不同世界的两个人 从一开始的磕磕碰碰 到最后成了彼此最知心的陪伴 菲利普改变了游手好闲的德瑞斯 而幽默的德瑞斯将自己的生命力 也带给了菲利普 他们两个带给彼此的 可能是别人永远无法触碰的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 德瑞斯不小心将热水 洒在了菲利普腿上 结果菲利普毫无知觉 德瑞斯很惊讶 为了证明菲利普真的没有痛感 他要故意把热水洒在菲利普腿上 就是这样的两个人 竟然能成为彼此的依靠 菲利普对于德瑞斯完全信赖 自由放荡的德瑞斯 带着自律刻板的菲利普 才接上飙车 之后他们还骗交警为他们带路 偷偷带着瘫痪的菲利普去跳伞 从高空俯瞰美景 而拥有美好品德的菲利普 也在影响着德瑞斯 使他变成一个更好的人 失去了健康和妻子的菲利普眼里 金钱的地位已经不再重要 他需要的是 有人拿他当普通人 当朋友一样对待 而被他赶走的那些特户们 对待他都是仆人对主人 护工对病人 于是渴望被尊重 被正常对待的菲利普 雇用了德瑞斯 德瑞斯并不在意这份工作 随心所欲 甚至毫无同情心的 对待瘫痪了的菲利普 两个人原本格格不入 却意外的惺惺相惜 故事简单却不平凡 处处都是温暖 德瑞斯在遭遇气流 而强烈颠簸的飞机上 对菲利普说 你已经习惯了悲剧 而我没有 他拿菲利普的不幸开玩笑 说明他没有将菲利普 当成一个不幸的病人 而是把他当成一个普通人看待 这样我想到了 很火的一个综艺节目 吐槽大会 这个节目从不避讳 明星的丑闻和不幸 而是把明星的破产 整容 失败 昏变 写成了段子 搬上脱口秀 反而没有让人生气和反感 而是取得了成功 不单单是娱乐至上 在我看来 是一种最直白 最单纯的理解和安慰吧 每个人在生活中 都会遭遇不幸 我们可能会找合适的朋友诉说 如果没有这么一个 能够理解自己的人 那么不如将痛苦藏在心里 人生能够得到一个 推行致富的朋友 那将是莫大的幸福 好了 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